在开始设置前,为了您的安全,请卸下飞行器的奖页,并且您需要完成Betterfly飞控设置教学视频中的设置步骤,再进行后续操作。 开启飞行器眼镜、飞行器和遥控器电源,在飞行眼镜端呼出菜单,点击设置,点击遥控器设置。 首先,您需要对遥控器摇杆、杆量参数进行设置,进入四伏机设置页面,在该页面,您可以看到摇杆各方位输出的杆量。 中立微调,可以调整遥控器各个通道的中心点数值。 建议您将各感量的中位点设置为1500正户5。 反向设置,主要用于改变拨感方向和数值变化的关系。 建议您设置摇杆数值方向向上为感量增大,向下为感量减小。 摇杆水平方向为,向左为感量减小,向右为感量增大。 形成量为调整对摇杆感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。 建议您设置各形成量为100。 保证各感量的变化范围在1000正负5至2000正负5之间。 您也可以根据您的需求,对上述数值进行个性化调整。 接下来,我们将设置遥控器各单位开关功能。 您可以通过飞行眼镜,对部分常用的单位开关进行功能设置。 先进入功能模式页面。 在该页面,系统将会自动同步您在Betterfly地面站中设置的开关模式参数。 您也可以根据您的需要,在不使用Betterfly地面站的情况下, 快速将解锁、反乌龟、姿态模式分别映射在遥控器三段式不同的单位开关上。 随后,您需检查确认各模式对应的单位开关。 长按波轮进入遥控器设置页面,可以设置遥控器快捷键。 设置左波轮或右波轮控制画面的场景、曝光、FOV及亮度。 长按自定义C键可以锁定遥控器。 当您在正常使用过程中,发现遥控器与感量出现不对应的情况,您需要对您的遥控器进行校准。 首先将遥控器的遥控器调整至中位,在飞行眼镜端扑出菜单,点击开始校准。 将遥控器朝多个方向进行打杆,并进行最大浮动的波动。 根据页面提示,校准左波轮将其拨至最左和最右。 校准就完成了。 感谢您的观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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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